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7月14号,星期三的上午 早晨 昨天说了那个拼多多和花呗吧,今天看了一些那个评论,然后再说一点吧,把这个话题结束吧 其实关于这种话题我不想多说 因为人,人以群分嘛,都分好了 能够跨界,跨出这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的 毕竟是少数 啊,能帮一两个就帮一两个,或者说是,也没有什么说什么帮不帮吧 每个人对自己的圈子的舒适度,你认可就可以,只要你,你大了,长大了 或者说老了以后,别后悔就行,对吧 大多数人是后悔的 就觉得没有,没有去过更好的日子,对吧 但年轻的时候是不觉得的 觉得,哎,我现在挺好的呀 哎,我为什么要去改变呢,对吧 说那个,呃,花呗可以,可以记账,对吧,有记账功能 这个都是 怎么说呢,给自己找个借口吧 这就像好比打游戏 你说能够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 你真的是为了反应能力吗 对不对 你就是为了爽吗 花呗,你就是为了提前消费吗 对吧 然后可以晚点还嘛 然后舒服了,用习惯了嘛 其实你就是把自己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先享受 再还款 这个是阻碍你获得更好生活的最大元凶 只是你不觉得,然后你再找其他借口而已 啊,我不想多说了 那个,还说什么 挖背可以先消费,然后呢 把一个月以后再还,这一个月的钱呢存在那个 啊,理财宝里面是吧 这个如果你的人,你的全部,人的思维能力啊,思维是有限度的 就是脑筋的 能量是有限度的,你的脑筋都用在这个方面的话 对吧,你还有什么脑力去思考,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呢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没有什么了吧 你如果真的觉得拼多多或者花呗好,那你就继续用 对吧,因为毕竟这个 这个社会上 是过上好日子的人 他是对于我们14亿人口来说是金字塔顶尖的一部分人 他虽然只有几百万 或者说有几百万,绝对数很大 但是你相对于14亿人口来说是很少的 也就是说 你用拼多多花呗的人基本上不会去 这辈子都不可能去达到金字塔的顶端了 或者说是更上 稍微上层一点的都不会达到 这就是我说的 虽然有些刺耳,但是这就是事实 这就好像以前吧 我今天我这两天录这个视频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因为我也是从穷苦出生 我我以前做过视频,我说过 我24岁以前的梦想就是有 能够住上有抽水马桶的房子 你想我 我的出生也是很贫穷的 对吧 很一般的或者说是 那么 当时在我身边的很多的声音就是 可以用信用卡全消费对吧 各种各样的 这种生活方式和我的理念啊 有那么一些冲突 但是时间长了呢 我 我又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挺舒服的 那个时候我就会产生一种犹豫 那我现在的这个视频就是给那些 现在有这种犹豫感的年轻人 我是什么时候 没有犹豫的 等我就是说 我在02年23岁对吧 还是这个梦想 有抽水马桶的房子我就OK了 这是我的一个小目标 那么等到02年我们家动间了以后 有了这个房子对吧 那我下一个目标就是 能够自己买一套房 我每一次不要把目标定得很高 定到一个你可以达到的目标 买套自己的房子可以结婚 对吧有一个小窝 那么我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小目标而去前进 那么我 不会有更多的去花销 除了日常的 谈恋爱啊 看场电影吃顿饭 这是很正常的 那么 除此之外 过多的花销就不会了 因为你有一个小目标 有了这个小目标以后 你再往04年我结婚 准备买房了 那就买房了 买了房以后 那么 下一个目标就是买一辆小车 为什么买一辆小车呢 因为我要跑业务 我要赚更多的钱 我有了车以后 我的 这个这个效率会提高 对吧 那么06年又买了一辆车 然后 就不断的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然后 这个小目标 你除了这个小目标以外 你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你就往了你这个小目标去前进 你达到了一个小目标以后 你自然而然会有一个下一个小目标 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啊 你会蛮累的 你会没有其他消费 然后你看着身边的人 这是我重点要说的 你看你身边的人 你会觉得他们过得蛮舒服的嘛 信用卡刷刷 哎 发工资了还还 还不了了 也无所谓 可以分期 对吧 当时我作为的朋友 也是这样的呀 我就会有一种 犹豫 怀疑 彷徨 哎 是不是他们的生活 也不错嘛 我为什么不过他们的生活呢 我现在也有车有房了呀 那我为什么还要 去这么去奋斗呢 对吧 这么去 定一个目标 然后再去完成 定一个目标去完成 好像人生 好像就是在循环不断的设定目标去完成 设定目标去完成 好累啊 当时已经是06年 已经是27岁了 对吧 我79年嘛 那么 是什么让我改变的这个想法 就是我06年 接触了房贷的客人以后啊 因为随着我接触的房贷客人的层次越来越高 他们贷款额 我以前做过视频了 我一开始接触的房贷的 都是和我一样的 结婚买房 买个两房 三房 而后 随着我 指标的升高 就是那个 业绩指标的升高 我必须要接触优质客户 当我接触优质客户越多 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就 从他们的谈话中 我就感觉到了 他们 是那群和我最初想法 是一样的那群人 就是不断的给自己设一个小目标 然后 抛开一切的杂念 不要去看周围人 因为周边大多数人都是平庸之辈 他们大多数人是不会去跨界的 这辈子就注定在这个阶层了 而你想去跨界 你的想法一定和大多数人是不同的 那么我接触到他们这群人以后 我越来越觉得他们的 理念和我 原先的理念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一个小目标一个小目标一个小目标的去完成 虽然很累 但是你完成了以后 你的 层次你的朋友圈你的 社交范围会越来越越来越不同 那 因为他们也会跟我说他们的经历 他们大多数人也是从草根起来的 然后买当时的几百万的房子 就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几千万的房子一样的 那我从此得到了 得到了一种鼓励 就知道了 哦原来 这个世界上不是就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 是有那么一群人是这么想的 而且他们大多大多数都是 过上了好日子 所以我坚定了我想法和周边的人 我 我也有一阵子想用过信用卡去消费 去透支 然后 先用再说 先先先享受再说 然后接触他们以后 我又回到了我最初的那个想法 我最初想法是 是对的 一个一个小物都要去完成 有多少能力做多大事 踏实一点 然后一步一步去完成 所以才有我现在 你看我现在的环境 觉得不错 对吧 我们这个小区的房子 最便宜的也是一千三百万 到两千万 之间 均价都是在13万左右的 对吧 在上海也算中等偏上 那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为什么会 从底层 慢慢的爬上来呢 这个在上海 里面 我不能说 很少 但是不多的 可能一百个里面就 不到十个人 不到十分之一的人 可以这样去跨界 为什么不到十分之一的人 可以去跨界 就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和别人不同 我们不会去提前享受 明白了吧 不明白 不明白我也不想说 因为注定大多数人是停留在原来的基金上面的 好吧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能够听懂的就能听懂 听不懂的我也 不想多说什么 而我现在又有自己的小目标 我自己的小目标又是什么呢 就这两年我要全身灌注的在股市 因为我知道这个股市 我们百年一遇的行情又要来了 所以我这两年就是盯着股市 要把我这二十年的经验用在这股市上面 在上面 赚一把 赚一个几何倍的数字 然后再改善我的生活 另外就是我要把我的注意力 多多的移到我女儿的 教育上面 所以我要去他的私立 私立学校 我为什么要让他 上私立学校 民办学校呢 就是因为我要他的环境 好 上海话叫 Gado 非常重要 Gado什么意思 就是 与什么人为伍 与什么人为伍 你大概率就会过上他们的生活 这是我今天讲最重要的话 与什么人为伍 如果你觉得你 用花呗 用拼多多 OK 很舒服 你继续用 你如果觉得有点犹豫 那么我告诉你 用 只要手机上有拼多多 有花呗 那你这辈子 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 我们 而且我想告诉你 除了 除了你现在接触的圈子 大多数人都有拼多多 都用花呗 我告诉你 我接触的这个圈子 没有一个人 是没有一个人 手机上有拼多多 或者有花呗 是没有一个人 我要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是有那么 一群人 根本不削拼多多和花呗 有 如果 我 我拿我自己做个例 如果我看到 我有一个生意 潜在的生意伙伴 或者说我要和他去接触 我看到他手机上有拼多多 有花呗 给我的印象是什么 一这是一个 爱掺小便宜的人 第二 这是一个 对消费没有克制欲的人 连消费都克制不住 他还能克制什么 他能够保证 信守承诺吗 他能够保证在 自己的利益 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 还保证我的利益吗 所以这样的人 我是大概率不会合作 或者是大打折扣的 明白了吧 我今天的视频 我就想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的很多 小朋友的圈子 是 大家都在用拼多多 大家都在用花呗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们 日子过得好的那一群 相对来说都是一群人 手机上是绝对不会有拼多多 也不会有花呗的 我们而且我们 我也跟他们 朋友之间经常聊起这个话题 有这两个APP的人 基本上我们是不信任的 不会去跟他们深交的 好吧 你觉得我是在粉丝也好 看不起也好 贬低也好 无所谓 我只想说我想说的话 我只想帮我想帮的人 拜拜